张露丝是什么暴躁女孩啊 好像就没有她出不来的剧作 每次刷到有关她的内容 她几乎都是在访问 是个活里满满的小太阳没错了 这可能就是一种导演和演员老师 喜欢露丝的原因吧 明明是剧里的台词 导演将露丝背对 也要当众人面帮露丝回对一句 你就是个野种 你不配站在这儿 谁说的 他赔 露丝可以很随意的对导演玩 导演也会接他的稿 来你说三遍 你说三遍表哥抱表弟 表哥抱表弟 说三遍 我再想想 说三遍 表哥抱表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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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哥保哥 保哥 被导演误商谈好 露丝第二天就到剧组开始控制 还学会了羊羊乖气 导演此时心想 真能冲着呗 你知道昨天有这么好笑吗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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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 那这隔壁导演 来等你 我来等你 我来等你 你来等你 我来等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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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片场时 露丝还乐死不疲的 教江山老师和五刚老师下午 呃 不是我 叔啊露丝啊 你可慢点吧 折腾到二老 你可就罪过大了 都知道咱露丝呢 在语言这一块可是还有很深的造诣点 不管是东北话 四川话台湾话还是韩语 露丝几乎都是信手弄来 刚才在剧组遇到宠庆老乡 一个说四川话一个说宠庆话 用方言吵架还是偷一次见 反正酸头套绝不认输 你没看到刚刚你拍的时候 打板都是我可以打的 说老师老师 老师你慢点老师 我实说了个名簧簧里的防护研织 我给我好开点了 我两个人都好不可 其实不需要把你认真的认识个爸 你也要非 你也认识个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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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坏 这是琵琶 人家叫琵琶 琵琶 谁算话叫琵琶 红琶 要琵琶 但最后路斯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跟自己动嘴的老乡 竟然是自己的贴粉 周成要忍到沙江那天才说 也真是挺能忍的 就连要个签名 俩人都要用方言吵起来 是你的名字 是你的名字 是我的意思干啥 对我要个兔 什么嘛 兔奥里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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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宅住点 宅住点 生日快乐一起住 明年的 明年的生日一起过 做四把学快乐 十八岁 十八岁 小时快乐 我拉个照片 又努力要多兔奥里 一会儿哈 之前那个熬之前的 你想不想这个熬之前 怼完这个怼那个 路斯把男生都处成兄弟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是根本不给男孩子 靠近的机会啊 像杨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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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有棒棒的人 还可以去抱 我给你看看 完了 你今天最后能管 四十岁的时候 我才两个父亲好久 你怕我四十五的时候过来 我滚过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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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经典桥段 赵卓斯因为星汉灿烂而解释了曾礼 直到现在 两人还总是在网上一起发疯 这不前两天还一起发了抖音热歌 认识露斯前曾礼是妥妥的一个大美女 认识露斯后 有点那一言难尽了 不少有纷纷跑到赵卓斯视频下留言 你自己去看看啊 曾礼变成什么样了 不得不说 赵卓斯就是在广撒网纳人入赵门啊 露斯能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么多人 那他是有点真本事在身上的 工作室发的他个人片场日记 每一个花絮都像打了鸡血一样 套动到根本停不下来 可能他是真的不懂什么叫泪吧 当粉丝在成都欢乐谷偶遇照露斯 露斯本人发的照片是这样的 没想到粉丝发的他是这样的 一下全给露斯这面目爆出来了 我呀粉碎正主啊 是一点面子都不给留啊 今后我一拜的都不成啊 我带你来 我带你来 我都做到了 走 你又不够了 你真把我都乐了 真的 你是真把我都乐了 你又是什么啊 你又是什么呢 你听到我都乐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